你從幾歲開始騎腳踏車呢 很多爸媽呢 都會帶小朋友去騎腳踏車 當成一項休閒運動 但是呢 當這個自行車騎上路 變成了交通工具呢 危險也隨之而來 根據了警政署調查 自行車事故發生最多的年齡層 就是未滿十八歲的兒童和青少年 所以教育部和交通部聯手 推出了第一部自行車騎乘安全的數位教材 希望讓交通安全觀念從小扎根 騎著我的瘋火輪 衝啊 就算騎到趴在地上 也沒什麼好怕 你剛剛有沒有摔下來 沒有啊 是車子跌倒 像瘋一樣的男子還有他 小孩騎大車感覺似乎特別威風 不過總是有人不把自己當駕駛人 而是輪子上的行人 把汽車當走路 想轉彎就轉彎 自行車騎士從知道進入路口 未確實停車查看 悲劇就這麼發生 尤其警政署統計的 自行車交通事故年齡層 最多的就是未滿十八歲 佔了百分之二十三 也是各年齡層的冠軍 不用考駕照就可以騎自行車 但安全觀念應該從小扎根 了解自行車在不同道路空間的安全騎乘方法 那你覺得幾歲你才會讓他自己騎上 應該要國中吧 我覺得 如果小朋友騎車在 如果在市區裡面的話 的確是比較會擔心 對 那因為是畢竟要跟很多公車計程車 還有機車要同樣載路上 從六歲兒童到十七歲青少年的自行車事故 在過去五年間造成一萬九千兩百三十五人傷亡 事故類型最多的就是側狀 佔了將近一半 其次是在路口發生的交叉狀 第三名就是和同方向車子發生擦狀 所以部長說了 汽車要安全就要像這樣 如果要左船應該是要伸出左手 華視新聞李先黃建英台北報導 樹皮蓉 湯 打鼓 玩 玩 玩